在台北市信义区著名的四寿山脚下 这处古老蹄塘四地公园永春蹄 正在进行一场最不一样的元宵灯会 在信义区公所区长陈冠林带领下 一进公园先看到的是熊聚山丘上的狮子 紧接着是头上站着白富殃鸡的老虎 还有以悠闲姿态面对蹄塘远眺群山与101大楼的花豹 即横跨在围墙上的大象 这四座复灯让人意象深刻也成为游客打卡乐点 信义区其实最有名的就是我们有的四寿山 所以这一次我们的设计师 我们的艺术家在设计我们这个灯座的时候 他就特别把这个四寿的意象 虎豹诗像的意象就把它融进来 再加上我们这边是群山环绕 又是一个很棒的湿地的环境 所以他把很多这个自然的元素 当地的物种等等通通都把它加到这里面 主灯部分也非常特别 和一般灯会的主灯不同 沉浸式的做法不但融入有唇皮各个代表性生物 民众还可以直接躺在编织层的主灯上 享受大自然让身心都放松 我们这个是强调是沉浸式的一个灯区 天气好的时候在那边 躺在那里是有机会可以看到星星的 而且躺在那边 你可以安静地来聆听我们这个大自然的声音 包括很多的蛙鸣 虫鸣 甚至还有一些鸟叫声 这晚上永春皮湿地公园 真的是一个非常很适合放松 也很疗愈的一个地方 不管是主灯还是副灯 规划信义区灯区的艺术家 用最低光源的做法 反射出作品的荧光线条 向最大幅度的降低 对永春皮周遭生态的影响 让这里成为全台北市最不亮 却也最洁人的灯区 我们是故意的 故意把它设计得这么不亮 原因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是一个自然生态公园 其实在夜间很多的物种在这边栖息 也在这边繁育它下一代 所以当时我们要在这边办灯会的时候 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有听到当地居民 以及一些环保团体给我们的建议 那他们也很强烈地在监督我们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灯会 在做这个环境最友善 最低度干扰之下能够跟这个环境融合 用最低光源的灯饰打造极富生动的灯区 也获得专家学者的肯定 透过线条的骨架去做荧光材料 然后灯光的反射所呈现出来的光 那这样子的光相对上传统的那种花灯来说 它的灯光是比较暗的 然后比较柔和的 那这种低光度的东西它放在这个地方 反而可以去凸显出它的特色 新一区公所方面还与林静 永春高中及松山家昌合作制作与元宵相关的灯饰作品 其中永春高中学生透过镭射切割 制作出各式飞翔的鸟类剪影 希望吸引民众一步步地走进 永春皮湿地生态公园赏灯 当初我们想以鸟类飞行的姿态 然后引领观众进入永春皮湿地观赏里面的灯 新一区公所方面还举办手机摄影比赛 自然环境导览 艺术品手作体验及讲座等 邀请民众一起来永春皮生态4D公园 感受不同于热闹传统灯会的自然静谧美丽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